120斤奖心撞上130斤饭冰冰 同砖羽毛裙 效果确实天差地别 如今的娱乐圈的沈美 不得不说做真事太奇怪了 白右兽大行其道 不少女星们过度追求苗条的身材 蚂蚁腰 排骨胸 筷子腿在不少女星的眼里似乎就是真理 当然沈美这种东西是主观的 女明星们为了上镜好看 为了能获取更多的资源 必须时刻做好身材管理 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种近乎病态的身材 真的是美的象征吗 只能说见惯了娱乐圈 以受为美的女星 那些微胖风雨的女星才是真的一绝 微胖剑女神一直是范冰冰的名头 出道以来身材虽然非常的性感 但是她却属于微胖剑的人群 范冰冰的身材并不是性感骨感的 而是丰满性感的 范冰冰一直是娱乐圈 不缺话题的风雨人物 精致的外貌 霸道的气场 给人非常美艳的感觉 演技更是得到众多粉丝的认可 可是却拥有一胖的体质 拍舞妹娘传奇时候 被海某男星调侃说 哪个女明星像她一样胖 但是谈及自己的体重时 范冰冰十分坦然 毫不扭裂 还说自己是娱乐圈最胖的女演员 不过她有超高的搭配功力 懂得利用穿衣搭配来扬长臂短 演示身材的不完美 相比之下 另一位微胖界的女神蒋新 就因为天生长了一副大骨架 而且穿搭品味时常不在线 所以总是遭到网友的吐槽 曾经和范冰冰穿了铜矿设计的羽毛裙 结果差距却非常大 120斤的蒋新穿起来非常的显壮 两边肩膀带有羽毛的装饰 美则美意 但显得双肩更加宽大 一个人有两个大 裙子上半部分及胯部是紧身的设计 显得腰更粗 胯更大 裙摆是不规则的设计 大大的白尾托在地上像是婚纱一样 却完全没有美感 不过看着背影还是美的 扎上一个简单的马尾辫 十分清新自然 不过比蒋新还要重上十斤的范冰冰 穿上另一件羽毛裙就显得非常风云性感 落尖飞领的设计 让她的上围看起来呼之欲出 同时白色羽毛堆满礼服胸前 看起来特别美观 黑色蝴蝶杰斯带拉长线条 展现高贵典雅 不得不说范冰冰真是把阳长臂短做到了极致 让人完全看不出范冰冰有130斤 尽管范冰冰和蒋新在诠释这件衣服时的气质不同 但是范冰冰独特的风韵更加令人眼前一亮 蒋新虽然穿起来的效果不如范冰冰 但令人欣慰的是 她的颜值并没有因此被拉低 依然十分出众 就算不是走偶像路线 也能凭借自身魅力吸粉无数 蒋新的演技有目共睹 因出演古装工斗剧《甄嬛传》而名声大噪 她在剧中饰演的画飞一角可谓十分出彩 虽然是个心狠手辣的反派 但反常的事并不惹人厌 反而因为经剧评出 成了一个网红 一句贱人 就是矫情可谓引领了很长时间的网络用语 而从画飞到繁盛美 蒋新用完美的演技演活了每一个角色 生活中的蒋新也具有很强大的气场 耿直又可爱的性格让人喜欢 不过对于身材管理 蒋新却和范冰冰一样 为了角色塑造的需求 可以减肥 但是回归到生活里 该吃吃该喝喝 毕竟对于蒋新来说 减肥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还不如保持随遇而安的态度 蒋新表示减肥是自己最不爱做的事 不太忌讳 我让我自己也不是很 我不愿意结识 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累了 我干嘛还要让自己委屈 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 希望自己可以尽量不让观众为我的身材操心 也更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的戏 毕竟在娱乐圈生存下来 光靠脸美身材好可不行 外貌是条件但是决定你发展的还是实力 你们说呢 好了咱们下期再见